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此关参选新北市长首日的前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,今早一连参拜新庄庙街上的武圣庙,此又攻于三山国王庙,对于党内初选对手的前台北县长周习伟平邀约电视辩论,侯友宜则回应这又不是总统大选,一切按照党的游戏规则来走,他会用自己的方式,透过网络或其他多元管道。 跟新北市民完整报告理念,侯友宜经早到新庄庙街上的庙宇参拜,所到之触动算声连连,受到庙方与民众的热烈欢迎,侯友宜表示,过去有一句话是一辅二路,三新庄,新庄是北部最早发源的都市,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,从这里才有新北市,所以他选择从新庄开始。 侯说,从今天起,是他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第一天,第一场行程特别到新庄五圣庙参拜,因官圣地君是正气的象征,也是忠孝结役的代表。 可以平安。 对于周习伟今天登记初选,侯友宜说我给他按一个赞,很开心他指周,愿意登记,公平地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,希望有始有终,开开心心地把自己的想法跟理念,跟新北市民来做报告。 大家一起来,为新北市努力。 至于周习伟一再强调希望能举办电视辩论会,侯友宜则说辩论会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,但这次是新北市长选举,又不是总统大选。 看到高雄台南在做电视辩论,到底选民听了多少,了解多少,他会用自己的方式,透过网络或其他多元性方式,跟市民做一个完整报告,让大家知道他参选的理念跟想法。